12月新剧大赏 好得烂的 疯的 全都有 大家好 我是小方 2023年最后一个月 各大平台冲刺KPI 放出了不少的电视剧 跟着小方一起来排排雷吧 繁花 口碑两极化 不是谁都吃王家胃这套 拍了三年的繁花 镜头画面光影的质感真没得说 完全是看电影的感觉 剧情也并没有高深难懂 男主宝总在贵人的指导下 靠炒股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他一边做外貌 一边搞证券 眼光独到成为上海黄河路的底流 无数人想跟他合作 马依丽腾炎是他的合作伙伴 辛直磊是开饭店的美店老板娘 想要利用宝总打响名声 而宝总手段高超 不仅敲打了生意伙伴 也和辛直磊这个角色不打不相识 男主是一个高逼格的爽文人设 可以因为恩情背锅 也有手段能在商界混得风生水气 但因为剧情人物介绍全靠旁白推进 场面华丽 镜头炫技 内容悬浮 风格大于内容 经常看的人一头雾水 没有耐心追求剧情的观众 很难看下去 但喜欢这种文艺腔调的又很对味哦 只能说王家卫的风格不是谁都吃 一念观山 高开颠走 片的观众好惨呢 女主任心本为安国朱一卫左使 因皇后亡死被皇帝污蔑假死顿走 来到吴国化名如如意 阴差阳破的邂逅了男主 并跟男主组队 回到安国寻找昭结皇后的真正死因 而男主身负赢回背负吴国皇帝的任务 集结了六道团小分队 送女扮男装的公主杨盈 出示安国伺机救回皇帝 前面十几集剧情顺畅 人物寻向饱满 打斗戏份精彩 女主人设强大美丽又清醒 但是呢随着男女主CB线的展开呀 女主戏份开始崩咖且不完整 剧情硬是往俗套的英雄救美边上靠 一部男强女更强的大女主武侠剧 变成了男主救赎女主的娇妻文学 嘿呦 但万万没想到呀 后期剧情啊那更颠了 被女主培养出来的杨盈 披发点血的情节 让人满是期待 她后期成长成女帝 或者垂帘听证的太后 然而呢结果也没做啥呀 莫名其妙跟李同光抹了CP 封梯徒弟李同光明明对女主是病态的爱 恨不得男主死 莫名其妙跟男主和解了 两国之前的事都还没搞明白呢 又开始联合抗敌 主角团全挂了 剧情烂得起飞呀 人无死的仓促 观众看得是一头五水 没看得渗入呀 小心被骗的酷茶子都不剩咯 神隐 男主爆看女主夹 剧情俗套 男主缘起是周冬宇 徐凯在轻辅绝尘生的儿子 因为神缘受损 被送到仙界历练 他不专心修炼 不想当神 只喜欢当废餐 偶然被拥有疯狂血脉的女主救驾 但他却上演了错爱 把女二认成了救命恩人 又阴差阳破害了女主的大号 为了去救女主啊 两人绑定了阴果 女主成了男主的结束 两人踏上了找女主大号的先缘之路 路上两人心生爱意 但因为神仙恋爱 也要分阶级血统 于是两人被棒打鸳鸯 最后女主凤凰血统回归 阶级统一了 所以啊 男主又可以追妻了 哎呀 豪吐豪糊的剧情呀 上次看这么烂的男主人设 还是叶华 好歹赵又婷 靠演技整容 杨幂又漂亮 但这部剧里王安宇演技一般 古装又爆看 赵露丝声音夹的 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呀 自然高里头 这些高里头 全部高里头 节奏拖沓 剧情拉快 剧里的违血统论 神仙潘高之的价值观啊 更是看得人满头问号 求求你们啊 别再祸害神仙这个群体了 我知道我爱你 贝德文学的 爱美拉车感很到位啊 女主带宠物去看壁 邂逅了男主 第一次见面 两人就产生了化学反应 但此时 女主已经有谈了 十年的创业男友 这男的还跟富婆 爱美不清呢 而男方父亲 一心想要儿子去棒富婆 女主跟男友 十年不结婚 就已经很悬了 遇到男主后 虽然心里喜欢 但因为道德 又必须拒绝 男二是男主好友的上司 不仅认识 还经常一起打拳 约着吃饭 尤其看到众人 接在修罗场 男女主各怀心思 就要瞒着 所有人的贝德感 超刺激的 女主疲惫的感情 遇到男主各种 茶言茶语的示爱 原来你电话里的声音 是这样的 你的声音 也比我想象得要难听 你想象过 下雪了不想出去走走吗 我们 我不想和你只是做朋友 如同被灌溉的枯草 复活花芽 导演真的很会 拿捏那种暧昧的尺度 配乐更是妙 哎呀 我说你这是又怎么了 喂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到底想做什么 说话呀 到底什么事 孙怡真的漂亮 张婉逸 眼茶百道 手道琴来 三观嘛 不太正 但演出来还满带感的哟 很想很想你 男女主没有VP感 但设定还不错 男主现实中是心外的医生 网上是一名粉丝众多的配音大神 女主现实里是一名大学生 网上是古风圈作词作曲的好手 同时她还是男主的粉丝 并且男主还知道 她进过她的语迷室 因为女主室友 跟男主配音工作室的合作 女主作为策划 在现实生活中 跟男主有了交集 两人狼情惬意 在一起后 上演了被朋友发现身份呀 见父母哥哥呀等故事 最后幸福结婚 一部剧情简单的小甜剧 但奈何谈见次身高体型 眼线偶真的没有优势 跟女主没有体型差 看向姐妹呀 CP没有出拳 不过这部剧里的古风圈 配音歌曲都做得蛮好的 尤其男女主初见合成的那首歌 超级惊艳 好几首选曲都有品质保障 如果不是冲着课CP 对古风配音题材感兴趣的 可以一关呢 脱鬼 勉强及格的偶像剧 但槽点也多 对比谭剑刺和周野 林依和刘浩存这一对的体型差呀 分为感拉满 很多画面镜头都可以媲美韩剧 女主江小元本是富家千金 却意外穿越到七年前 成为落魄少女 江小元遇见了跟她有同样手机的男主林依 这部剧参加着穿越悬疑元素 女主为什么穿越 男主的好友去哪了 好友跟女主什么关系 参加着成长路线 本是千金小姐的江小元 从喜头妹开始做起 不服输有任性 开始自食其力 参加了情感纠结 男主喜欢的是女主的原生 最后身份揭晓女主就是原生 因为参加了一个实验 你那时候来帮我做游戏的那次 中途系统发生故障 所以到现在 我们都还在训练世界里 元素过多 但稍显混乱 所以有种一会儿好看 一会儿不好看的感觉 小方以前很少看01的剧 才发现她的演技真的很木 甚至连刘浩存的戏都接不住 对脸镜头 鼻子也真的蛮大的 在01的沉透下 刘浩存的演技都算自然了 但 把我当成精神病送进医院 或者把我送到公安局 国家宝藏的演法又来了 眼神也被吐槽 明龙少年 校园逆袭剧 有笑点 有泪点 新中是两中学 一个好中学 明英 一个差中学 龙海 但上头竟然让两中学合并了 改名为明龙中学 差中学的学生呢 不被看好 男主雷鸣被找来独立建班 带学生冲刺京北 雷鸣大造声势 结果没人理他 好不容易招齐了五个徒儿 个个都是问题学生 还有变态窒息的原生家庭 连男主自己的原生家庭 都烂得一塌糊涂 所以剧里观众 能看到双向就数 能看到师生之间的斗智斗勇 学生之间的插科打混 也能感受到 差生逆袭的双感 由于剧是翻拍的日剧龙鹰 教育背景设定不贴 加上差生逆袭上清北 所以开头啊 被说的有些悬浮 但从整体剧情流畅 每个人物设定心灵 可以一看 化美 帅哥加美女 但剧情bug多 看这部剧的第一反应 哇哦 留学一个真帅呀 这才是中式审美下的正统帅哥 为啥欢瑞不捧呀 他这次放弃拯救三界 改成实业救国的数学专家了 故事第一章 是男主替丹杨 回国参与国家的水滴工程 被其他派别盯上 想占为己有 在女主的保护下 男主回归祖国 然而第二章 他就杨了 不是 杨了 谢谢 嗓子怎么了 女主作为优秀的保镖 又一路 护送男主 到炉门 研究工程 这部剧 bug明显 女主精致的妆容 时尚的穿搭 跟那个男带 格格不入 保护专家回国 还是护送到目的地的 就靠女主 一人出马 还几次把保护对象 丢大街上去 追特务 但男女主人设不错 男主专严学术 心思单纯 但不蠢 分明是非的能力很强 女主又洒又强 身世坎坷 两人的互动 我能看无数次 一起抓个 我看着好爽 但女二白慧 和男配陆成的戏份 已经多到 让人怒火飙升了 资源咖 强行加戏 反特务剧 强遍特务生殖记 这部剧 干脆取名白慧传吧 念念红尘 真就烂到离谱 没错 这部剧 就是爱宝徐开成 和大美女纳扎 演员开始的地方 然而这部剧的剧情 更是造念 谁来告诉我 都要2024年了 怎么还有 这么老土的剧 英雄救狗 黎大浦 拒绝相亲男 奇葩话术 我不做医生了 现在的身份 是女鲜物品店的店长 有什么 冤家相聚 歹读剧情 随队长 行 别说了 带这个修办公室 是训练为无误 医疗顾问在训练的时候 不忘带货 我都说了 这是自己用的 我没想卖货 有问题吗 这哪里有问题 你能不能别过来 花式肢体接触 产生情感 感情升温 除了英雄救美 还是英雄救美 就连瘸了腿 都要英雄救美 各种没分岁了 肢体的接触 徐开诚 游到观众看的 都感觉自己被骚扰 辣杖 你怎么还爱得下去啊 你长得这么漂亮 咋挑男人和挑剧 都这么没品位呢 看来啊 年末各大平台 都开始相极代工了 不打算充斥年末绩效了 能看的剧啊 真没两幕 希望宝子们擦亮眼睛哟